这家旅行两年,我们也在这台面包车里生活了两年 从出发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买上一辆属于自己的房车 不用再风吹雨淋,三餐不定 而今天这个梦想终于能够实现了 我们从贵州新一出发,坐了六个小时车,到了贵阳 在机场度过南澳的一晚上,第二天又花了六个小时坐飞机 最终才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山东烟台市 在这个美丽又浪漫的海滨城市,我们将要迎来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迎来人生中第一台房车 大家好,我是齐哥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山东的烟台市 今天我们终于要来这里提房车了 然后待会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15万的房车长什么样子 烟台的天气太棒了,天哪 走出那个门,一口凉爽的风就吹过来了 这种出着太阳又吹着凉风的感觉太好了 我们是昨天呢就到了烟台这边啊 但是因为这太波折了 从新一到贵阳坐了六个小时的车 然后从贵阳坐飞机到这边又差不多六七个小时 因为又延误了两三个小时 所以挺折腾的 那天晚上我们还在贵阳的隆东堡机场睡了一晚上 就睡在地上,不然实在是扛不住啊 大陆,前面那个两层的房子就是我们房车那个工厂了 激不激动?激动 期待了好久了,天哪,订车订了那么久 大家之间一直在猜测这个房车是不是厂家 给我们赞助的 其实到现在为止他们依然不知道 我们是拍视频,我们是主播 现在这个大哥带着我们去看我们的台车 对,这一台车,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来个正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房车长什么样子 对,这个车还挺大的 不要说它是15万的车 感觉还是挺好看的 我们当初选中它这个外观就订了这台车 朋友们都问是什么牌子 它是福田领航的一个底盘 它是一个平头的 看一下,这个样子其实还行吧 我还是感觉挺满意的 我们看一下内饰,最主要还是内饰 因为我们这个车订的是低配版本 是他们这里标配的 这个有个脚踏板 走上来 地板是这样的 看一下内饰 内饰我也喜欢 还可以吧 如果我们两个人生活房间足够了 前面就是驾驶室 手动自动挡的 不是手动挡 控制器逆变器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 后面是一张横床 除了这些床 卫生间 其他的啥都没 公调冰箱 该有的 就是那些电器什么的 我们都没有 因为这个是 我们后期自己慢慢来搞 这个也不着急 这是卫生间 看这个是洗菜的地方 水还没有 下面就是柜子了 下面可以放好多东西 橱柜什么的 就不用搞的乱七八糟了 按一下就可以打开 这个柜子上面还有一排 这里还有一排 这柜子我其实感觉还挺喜欢颜色 这颜色也是我们定的 包括这些座椅的颜色 还有这些板材的颜色 都是我们自己选的 不要它们远来那种 上面所有的板材 都是我们自己选的颜色 不错 现在感觉还不错 真的不错 我们这个审美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就睡这一张床 那我就睡后面那张 可以可以 唯一的车上唯一的电器 只有这个800瓦的电磁路 就是小电磁路 其他的我们就慢慢买吧 后面 从我们第一次出来旅行 就有这个买房车的这个梦想 现在回头看看 真的是青州已过万重山 所有想要做的事情 通过努力 其实都有机会 都有希望可以做到 这个房车15万多 可能办一下手续 总共下来 可能要到17万18万左右了吧 我们今天就大概就先办手续 后面再给大家慢慢的拍 这个车还有很多东西没拍到的 这个门也是两层的 大家看一下 有个防纹窗 这样子关起来 把这个拉过来就可以了 还可以吧 下来吧 大陆 再看一下外面的配置 外面的配置呢 就是一个土屋舱 然后遮阳棚也没有 遮阳棚也要我们后面装 别的就没什么了 反正就这样吧 我们就先去办手续吧 准座6人 总质量3000公斤 就是这样的 看一下这旁边没有什么了 对 行吧 还有外面这个贴花 他们本身他们是有的 但是我们让他们没有贴 我们想自己DIY 自己贴一些好看的拉花 后面是两个轮胎的 后双胎的 这个也就是那个什么污水排污口了 到时候我们要接一个管还是什么的 找个下水道可以排 现在我们要在这里等着把钱交了 然后去把牌上了 还有一点小小的收尾工作 这一两天呢 我们就把它搞定 要尽可能的快的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然后呢 那个房车里边内饰啊什么的 我们已经买了东西 买了快递了 到后面再布置一下 它就好看了 他们这里车型还是挺多的 房车啊 露营车 啥车都有 比较是便宜啊 河大路 他们这里还有一个9万多的 这个样子的小车头的 看一下这个才8万多 高配版也才10万 看一下小车 其实也挺好的 今天的话手续有点多 然后这个车子呢 我们就先去上牌 先办完手续 把一切处理好 再给大家慢慢的拍 拍一下这个细节方面 今天就先这样 拜拜